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前幾天在中國B站 刷到一款超高分的遊戲 實在是得挖苦挖苦了 來看看這隻薛丁格的貓是香還是臭 神靈武裝 開發商是中國的酷牛互動 母公司為凱撒文化 這間公司跟騰訊的作風有點類似 靠各種收購投資工作室 並且也購買了日本各大IP的版權 推動手遊化 為了收割玩家的荷包也是功不可沒 此外該公司也跟字節跳動還有騰訊有戰略合作 屬於極各家所長的強強聯手 根據該公司今年發布的財報 受到中國綁號跟疫情的影響 上半年的營收大幅下滑 不過受打擊的不只該公司 很多原本依靠中國韭菜的手遊廠商 都面臨相同的問題 某方面來說也可以讓中國境內的遊戲 重新洗牌 讓市場換得一方淨土 而除了等版號或者讓老遊戲換名重新上架外 現在大多數都是在推動海外市場來補救營收 而在這文中也有提到 該公司未來也會注重海外市場 代表這款遊戲很有機會被各位玩到 真是令人期待啊 那回到遊戲 這款在去年上架的時候 並平無奇 而最近在B站卻有9.3的超高評分 究竟是什麼魔力 讓我們一探究竟 主要玩法是借件DNF 為橫版的3D動作遊戲 開局的時候我們可以選4種職業 劍士、槍手、七公司、守護者 算是挺常規的選擇 但看到這個劍魔滑風 我開始憂心忡忡色色發抖了 先講講介面吧 真的是挺有幾年前遊戲的渲染風格 好像有段時間特別流行 有設計大片地區可以讓玩家跑動 但意義不大 因為戰鬥的時候會切換到副本裡頭 比較多的作用是來增加多人感跟交互性 戰鬥玩法上雖然作為動作遊戲 招式看似也很多元 但實際玩起來的交互感很差 缺乏帶入感 某方面來說也沒有讓你玩得很爽的打擊感 很像是在玩橫版的MO 招式之間也沒有連段感 這時候就會發現影之樂的戰鬥系統 是真的做得蠻好的 另外最致命的就是 它有提供自動戰鬥 其實為玩家減負的方式很多種 可以增加單次消耗 或者乾脆少當跳過 但用這種模式是最糟糕的一種 作為以動作遊戲為賣點 一般加入這種簡化操作以後 就不會在動作打磨跟平衡上做得多好 通常就只剩下數值碾壓 滿足克勞的碾壓體驗 而這遊戲也可以攜帶夥伴 瞧瞧我發現了什麼 這看起來是不是某一拳超人的波羅斯 然後連悠悠白書的角色都有 還有幾個我看著覺得很眼熟 但一時想不起來是誰 但肯定不是原創的角色 回頭看了一下該公司合作的IP手遊 活鷹 海賊 腰尾 悠悠白書 原來如此 不過遊戲宣傳都不敢打出來 這有沒有授權 感覺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果然只有在中國的遊戲 可以體驗到這種夢幻聯動 而如我眼睛的觀眾 發現好像在哪看過這款遊戲 彷彿十字月的集市感在線 當然肯定不是你的錯覺 只是一時間沒有想起來而已 其實就是另一款在台灣 曾經於2020年商家的遊戲 獵人Hunter Hunter 雖然靠著大IP跟垃圾的品質 卻沒有收到市場的愛戴 在去年2月就不幸陣亡了 真可惜這麼好的遊戲我居然錯過了 不過當時這遊戲的評價也是滿兩級分化的 並沒有像現在常常都是一致性的正向推薦 看來對於真的太過垃圾的遊戲 要硬吃下去真的也太難了 而本次的遊戲就只是把人物的外型更換 動作技能模組UI照搬 並且還大啦啦標榜是2022年的手遊大作 這波操作非常可以很中國我喜歡 也或許廠商是為了想搭上前一陣子上架的 時空獵人3的人氣 想割一波韭菜所以翻新上架 不過時空獵人3上架的時候 倒是被玩家噴爆了 之後有機會我再去品一品 另外為何這款在B站評分突然報告原因 單純是很多玩家並不喜歡騰訊 所以對於這款以騰訊過往的模式來打臉騰訊過去營運的遊戲 選擇無腦刷高分來支持 不過說不知背後可能只是兩間公司的合作 真的與其認真開發不如量產換皮就好 反正同樣的方式屢是不爽 還好有人跳出來幫忙護航拉營收 既然廠商總是這麼不計成本開發 想帶來好遊戲給玩家 記得未來上架的時候請務必去支持一波 結論 換生換滅不死木滅 騰訊有難八方點讚 就這樣吃瓜看著他們內鬥 其實也還是蠻有趣的 而最近的大新聞就是育碧與騰訊將合作開發 刺客教條代號JET 號稱3A級別的免費手遊 而台灣的話大概就是會交由關係公司負責吧 刺客IP的手遊並不是第一款了 而這次加了點騰訊味 相信是能點燃克勞門沉澱已久的靈魂 另外如果最近是想找簡單的動作類遊戲 前幾天我發現一款之前介紹過的rogelike遊戲 玩熊不高興 台版也在預約了 內容不複雜 玩起來手感也還不錯 各位之後可以去試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像是有趣的 有趣 萊姆